会议选举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委员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使开展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 从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领导 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国迅速的发展起来 1966年8月18日 首都天安门广场 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林彪、毛泽东等 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 31日 毛泽东和林彪等人 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多万红卫兵 林彪在大会讲话中 提出了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剁手毛主旗的颂词 到11月下旬指 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一千一百多万人 与此同时 红卫兵开始进行全国性大串联 文化大革命这场疾风暴雨降临到神州大地 无数青年遵循他的指示到风浪空去 要再走一次长军路 毛泽东把他们一次次召集到天安门广场 江青和林彪拉起了手 这次林彪可要活动了 林彪在挥手 而这些开国元帅们 面对这场暴风雨却忧心如焚 林彪在高呼万岁 怕风怕阳光的林彪 现在摆定全销 现在摆定全销 战胫优优独立地 现在摆定 JUSTINirler �일下歪 人们有词 有让川外 kamu 第一次温柔 prayed 起初 Circle 月 的 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来到广场的群众中间 他沉醉在盛大的节日气氛中 却没有料到这场文化大革命 这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红卫兵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的突击力量 他们在破斯秀的名义下 到处杂招牌改地名回谷记烧口书 破坏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服务 他们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 揪斗所谓的走资派和反动小组 打人 抄家 破坏了社会秩序 法治 各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审查 不少党员 干部 知识分子 劳动模范 被关进牛棚 甚至被严刑毒打 残害致死 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林彪与陈伯达 江青等人勾结 排斥一级 残害老干部 借助群众运动 由预谋 由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1967年4月 在江青一伙的抄送下 造反派在中南海内批斗了刘少奇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1968年10月 中共扩大的